的尾灯吗 学长先走了 晚上有事 好的OK的 下次再见 Superface 除了深圳除了西西里 它是一个酒吧一条 酒吧一条街 就有点像是成都的九眼桥 但是它比九眼桥更开放 更包容 那么还有一个地方叫做 叫做 那个叫什么的 Superface 是碰碧的地方 女朋友一开始很冷漠 会越来越喜欢你们 会啊 前提是 在一起 前提是在一起 因为就三个队伍 没有三个队伍 遇到价值碾压的女人 她爱她不理 怎么吸引 那就吸引不了 这里是 这里是小语学长的渣男讲堂 我们不讲渣男 我们不讲渣男渣女的套路 我们不讲这些东西 我只是让你学会识别 哪些女孩子更适合谈恋爱 而哪些女孩子更适合体验机器 对不对 面对这种渣女或者面对这种游戏爱情的女孩子 我们应该怎么去做 怎么摆正自己的态度 怎么去重新设置自己的定位 这个是我们来 在直播间给大家讲的 但很多兄弟呢 他可能会对我们的一些所作所为 抱有一些疑惑 就是说 为什么你说你好好谈恋爱 但是为什么还要和这些女生 在那里花里胡哨 在那里聊来聊去 对吧 很简单 就是我是单身 我作为一个男人 在单身的时候 跟任何一个女生互动 是我的什么呢 是我的自由 对吧 只要我没有谈恋爱 只要我没有和一个女孩子认真在一起 我做什么都是OK的 好吧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就是在单身的状况下 你遇到一些女孩子 她不想谈恋爱 对不对 她只是想跟你体验一下激情 激情生活 那么我们满足她的需求 跟她一起体验激情生活 那就OK了 这个是人与人之间的选择 懂我的意思吧 就是你想吃大米饭 有些人想吃火锅 你不能说妈的 你们必须吃大米饭 因为大家都吃 你告诉别人说 你不准吃火锅 对吧 现在就有些人就是这样子的 我在这里吃火锅 他告诉我 你不要吃火锅 你是不对的 我想问一下 那火锅店要开门 我不去吃 那总有别人去吃 对不对 为什么你吃就可以 别人吃就可以 别人吃就可以 我吃就不行 所以说呢 不要这样子乱搞 女生一开始主动找你聊天 后来变得冷淡的 就很简单 很多兄弟呢 关注小语学长 对吧 后来也变得冷淡了 不来直播间了 什么原因呢 因为有了更好玩 更有趣 或者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懂了吧 所以说什么样子叫适合 就是你想要的他都有 他不想不喜欢你都没有 就是适合 男人恋爱有几个步骤 第一个呢 认识一个新的朋友 第二个呢 跟他交流沟通 了解他的三观 第三个呢 跟他相处 约会 去看一下他是否表里一致 第四个呢 他确定恋爱关系 所以说呢 是这样子 我感觉我喜欢的人 不喜欢你 对我感情很丑 那你知道 为什么会出现 这样的情况吗 就是中国啊 他有很多男孩子 他不需要情感学习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 他觉得这个女生 丑不丑无所谓 只要喜欢我就行 所以说呢 你看到很多人 他没有情感问题 他脱单很容易 并不是觉得 他真的没有问题 而是他无所谓 懂吧 就其实这样的人 其实挺幸福 就只要 就是丑女喜欢他 他也愿意接受 我觉得这种人 是很幸福的 因为如果 没有他们去接受丑女 那这么多丑女 怎么办 对不对 所以说呢 很多人他不来学我的 恋爱知识 他也不来 听怎么样去 跟好看 可爱的 女孩子在一起 我觉得是非常好的 就是因为 他不懂恋爱知识 他也不知道 原来他凭借 是一个普通男孩子 也可以去争取 幸福感情 那么他才会去接受 接受丑女 但凡有一些男孩子 他知道的 那原来恋爱是可以学习 你妈全中国的丑女 就没人要了 对不对 大家都去争取 争取那些好看有趣的 所以说呢 我觉得也没有必要 那么为什么 喜欢你的人 你不喜欢 你喜欢的不喜欢你 喜欢你的 你不喜欢 最大的原因就在于 你好高骛远 没有什么的 找准自己的定位 有可能 为什么丑女喜欢你 因为他在你的眼中 因为在他的眼中 可能你也是个丑男 你懂为什么 就女孩子 他也有自知之明的 他也不是说 他也好高骛远 为什么你发现 周围有丑女喜欢你 就是因为在丑女的眼中 可能你也是个丑男 也是个屌丝 有他这样的丑女 喜欢你 你就很不错了 但是你为什么 嫌别人是丑女呢 因为你照镜子的时候 你明明两分 你心里觉得自己七分 就跟我们的颜值群一样 对吧 我们有个小语学长 颜值群 很多女孩子 我的女粉丝也在里面 比如说王呆呆之流 对吧 真的你见到颜值群 你会发现 大家对自己的定位 不是大家 很多人 对自己的定位 有极大的偏差 就他长得来 都可能出去 会给这个 世荣世貌造成影响 他还要拼命 在群里面圈我 说让我点评 他的长相 就感觉很崩溃 你知道吧 就你不 你喜欢的女生 不喜欢你 喜欢你的 你不喜欢 只能说明一个问题 就是你对自己的定位 出了问题 你觉得别人是仇女 别人觉得我妈的 你也 也不行 对不对 有我喜欢 已经OK了 你还不知处 所以说呢 面对这样的问题 最大的原因 是因为你得抓 抓住自己的定位 想要进一下 可以 这个管理员出来 拉你们进去 然后呢 研制群是这样子的 我们准备 现在在我们的直播中 加入一个新的项目 就是你可以在研制群里面 发一些自己的照片 我们这样子 我说了不算 我们在直播的时候 我们进行点评 但前提是真的 你的同意 好吧 现在有没有在研制群的举下手 有没有在研制群 还愿意把自己的照片分享出来的 我们现在马上直播来 好吧 这个很舒服 直播点评一番 同时呢 也告诉我们看直播的兄弟 大概一个男人是什么样的 好不好 来安排一下 我们的小语学长500 这位兄弟 安排一下 好吧 对啊 你在 安排进去 我们来 马上研制群 来了 研制群已经开始了 研制群已经开始 已经开始疯狂的 有人来了 这研制群 小语学长研制群来了 已经开始疯狂翻 来了 看到没有 这真的有这种 就我说嘛 真的就有这种 就开始点评了 看到没有 这些都是愿意点评的 怎么投评异常 都OK了 真的就有人开始了 真的就有人开始了 怎么加 这个 我们的管理员 叫做 这个 小语学长500 大家可以 来 我们来 我们来点评一番 这 真的有这种 觉得自己很帅的 知道吧 但是我告诉你 首先呢 我点评 我是实话实说 得罪你呢 你不要伤心 也不要难过 好吧 就是如果我有所得罪 不要伤心 不要难过 这个兄弟其实言之也行 但是你看 他最大的问题是表情 就是渐渐的样子 有点想 有点想掺他 掺他耳光 知道吧 所以他的五官各方面还行的 但是有点见的表情 觉得自己 好像是 这个 比天下全天下的人都帅气 没声音了是吧 怎么回事 等一下 我看一下 现在有声音吗 现在有了是吧 没有啊 我这 没有的 吹了再劲啊 我这里是有声音的 我这里是有声音的 我们继续来 就这个群里面真的是有 真的是有这种自信之人 我们今天就来点评一番 我们今天就点评一番 好吧 我们就来点评一下 首先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位兄弟的最大的问题 就是超乎想象的自信 整个人渐渐的 对吧 给他们一种 这是我很帅的感觉 就你可以帅 但是你帅 你却在这里 这个 让别人觉得你自己觉得很帅 就出问题 然后呢 其实 这兄弟我不知道你在干嘛 这在 你拍这种照片是干嘛的 我就不知道 起床了过后穿衣服 其实你其实有点小帅 这张照片有点小帅 但是这样照片又有点丑陋 知道吧 你拍照又需要看角度 需要扎表情 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最大的问题是你拍照的背景 以及像素 其实是出问题 这个的话 综合评分的话 其实呢 你有可能觉得自己7分 所以说你发照片发的这么快 但实际上 我说句实话 这种分数的话 在我看来 3分左右 3分左右 好吧 这个所以说呢 为什么我不点评 就在于此 这个兄弟呢 其实也是觉得自己很帅 对吧 但是实际上最大的问题在于什么呢 在于这个拍照的背景 给人一种普通少年的感觉 拍照的背景 然后呢 像你看一些元素多余 对吧 这个夜景也不是这么美 而且呢 表情呢 也略呆滞 这个看在颜值过得去的形象呢 给予这个4分左右 所以这是我们的打分 像你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 在于 在于表情有所带 有些许呆滞 知道吧 就是 其实颜值是过得去的 但是表情 别的那种 就是看人的感觉 就有点 奇怪 有点像是一个木头人 知道吧 而且呢 我觉得你笑起来 应该 帅 要传递出一种温暖的气息 你拍照拍照 不是把你的这个脸记录下来 知道吧 你要传递一种情绪 而且呢 你得有些元素在 你这样照片拍 除了颜值以外 你想要展示什么东西 对吧 其实呢 如果没有一个表情管理 其实这样就很帅 这样表情管理就到位了 但是呢 有几个问题 第一个呢 背景很杂乱 显示出拍照的这种环境不生好 对吧 第二个呢 其实你可以 稍微的适当的调调颜色 其实这男生很帅 但是 对着镜子拍照 这种这种照片 其实现在不流行的 就是你拍照的方式 会传递出一种你的价值观 就是为什么诺基亚手机看着很土 因为他还用九宫格 他还在这里按键 所以说你拍照的方式要与时俱进 现在你对着镜子拍照 相当于什么呢 给人一种土逼的感觉 好这个兄弟来了 看吧 我们的这个 这个颜值群不乏有这种自信之人 知道吧 这位兄弟 你看一下你最大的问题不在于什么呢 不在于你的颜值 其实你颜值就是个普通的少年 但是你作为一个普通少年 你还给人拍出一种我很帅的感觉 就会让人很崩溃 对吧 就是说像 这个最大的问题呢 除了颜值以外 一个女孩子看一个男人 除了看脸以外 看到更多的是背景 衣服穿着 以及发型 像你的发型就略略为过时 知道吧 或者说你不太适合这种发型 然后呢 你的衣服穿着 虽然说我衣服也是什么呢 两百块 五十块 这个一件 但是你的衣服 两百块穿出了两块钱 地摊货的感觉 为什么呢 因为我都说了 你的拍照方式和你的穿着方式 会透出自己的审美 你的审美会暴露你的三观 你这样拍照就会让女生觉得 你是个乡下男子 乡下男子 好吧 像这位兄弟呢 来了 这位兄弟其实颜值很帅 有点像这个古巨鸡 知道吧 但是他最大的问题就是因为 他拍照太过于随意 他没有选择一个很好的背景 他为了秀颜值而秀 明星都不会做这样的事情 所以说呢 这位兄弟颜值过了去 但是你拍照 选错半位了 这个说明了你的审美 还是审美的问题 没有人会站在这个台灯下的这个按键下面去拍照 知道吧 就按键按在这里 什么意思 关灯比较方便 是不是 说你们对于拍照的一些细节的把握出了问题 这些东西都要绕开的 知道吧 这些东西都要绕开的 所以说呢 你看一下 其实颜值帅 你拍照不行 也加 也这个 也不行 好 这位兄弟呢 卡丁车 右脚油门 左脚刹车 但是你看他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 呆滞 知道吧 算说他留着好像是很帅 紫阳一般的发型 但是你看他的这个整个脸 给了一种非常呆滞的感觉 就让人觉得昨天是出了什么问题 对吧 好像是这个智灵阴子 在这里有些许的欠缺 知道吧 很呆 呆萌 虽然说穿着很帅的赛车服 拿着很帅的头盔 但是人表情很呆滞 知道吧 那么 我们 怎么去拍 拍这个拿着这个的照片呢 给大家来看一下 给大家来看一下 这个我也有拿着这个 这个头盔的照片 这是我 首先呢 这个有个微表情在 虽然说我颜值很差 我自己给自己打分五分 大家也知道的 对吧 然后呢 但是后面是赛道 揣个手 左手拿手套很潇洒 当然这样照片呢 其实拍的也不是很好 我比较喜欢的 是之前的一张 你也可以拍出来这种 开娱乐车的感觉 其实呢 对吧 这种感觉其实很帅的 穿着打扮 安排起来 然后呢 右手拿着头盔 左手 拿着这个手套 然后关键是关于在于眼神 一种 我开车很累了 擦擦汗的感觉 脚有一个一前一后的 一个极小的细节 极小笔记 是这样子 看到没有 所以说呢 其实我们看似一张拍照 但是动作 图片 背景 站位 角度 都暗藏细节 所以说呢 你觉得拍照 你就是把自己的脸 记录下来 但其实 并没有 并非如此 这位兄弟也是 长得很像古剧机的 其实颜值各方面没有问题 还是一样的 配 就是拍照比较散淡的 就你拍照 你是 就给人一种背景 很杂乱的感觉 而且灯光也不对 拍出来像在红灯区拍照 就可惜了 这样帅脸 就没有人会在这样的拍照 这地上拍照 他可以拍照 但是他不会 就这样照片 不能成为你的朋友圈 也不能成为你 你这个展示给大家的 因为 你要展示的 应该是你最好的一面 就什么都安排 比如说这张也是一样的 其实这个兄弟还是很帅 但最大的问题就是在于背景很杂乱 表情各方面也其实还是挺到位的 就你们拍照会给人一种感觉是很随意 就是在记录自己 你拍照你没有安排 你的拍照必须得安排 就是他透露一些信息 如果你光是拍自己的样子 其实就没有 比如说我很简单 你买过手机没有 你去看一下手机的 他对他外观的拍摄 他都很有逼格 他不会去记录一个 就他不会拍张这样的手机 知道吧 他不会这样拍张手机 这样拍手机 你看谁去买 对不对 他肯定是 要给他设置在这里 对吧 然后找好角度 对吧 找好角度一种 旁边再配一个什么高端的东西 配个手表之类的 对吧 一起拍 这就是拍照 说的很多兄弟 你们出了问题 你一定要选择环境 选择这样的地方去拍照 比如说像站着的照片 我也有 给大家看一下 像站着的照片 我也有 背景呢 是比较什么呢 干净的 一张街拍 那么大家呢 你说我在这个街拍 我要在路上去拍一张照片 对吧 其实呢 你看一下 我其实下面的话 也是很杂乱的 那些地 我给他截了 对吧 光看这样 干干净净 对吧 突出人物主题 你们这个就跟审美有问题 很多时候你们拍照 不是因为人 不是因为人不帅 而是因为你确实拍照 出了问题 我同样在这个花花草草之地 这也有草地 但是我拍出来的感觉 整个感觉很 很干净 而且呢 有表情在 没有这么呆滞 对不对 包括 在家里面坐着拍 你看我的背景很干净 对吧 我不会在这个电灯之下 去照相 后面有一个小画 对吧 感觉很干净 然后呢 被穿着打扮 对吧 像我们拍照 它是有这种光线在 是用动作在 这件衣服 这件衣服也就多少钱呢 也就80块钱 知道吧 所以说呢 我们拍拍群可以加一下 小雨学长500 经常来给大家点评一下 你拍照拍得更帅 那女孩子其实还是蛮喜欢的 对吧 极好的细节 其实呢 你看和朋友之间 去拍照 虽然说背景是一些杂乱无章的人 但是我们拍出来很硬主题 整个照片看起来就没有这么的杂乱无章了 对吧 包括你看一下 展示一些才艺 虽然说 虽然说是个极小的一个 但是你看一下 背景 主题 其实很鲜明 对吧 比如说 要在河边拍照 背景很干净 地上也很干净 动作有所安排 知道吧 动作有所安排 这里呢 我给大家来举个例子 这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 大家可以看出来 你的拍照展示出的是什么 你的审美 审美 你的拍照展示出现你的审美 但是呢 很多兄弟的审美是出问题 就是我来给大家看一下 好吧 我来给大家安排一番 你就明白 为什么我有这样的话语要说了 我记得我这里有 我记得我这里有 比如说 比如说这个是我的一张照片 我在这里拿着竹蜻蜓 在这里看花 对吧 其实呢 这样照片呢 也没有什么 就是在那里随便拍一张 但是你看一下 这个是什么鬼 对一样的 对不对 这你妈叫砍头 懂了吧 大家可以来看一下 同样是花 同样是 这个在这里看 我想问一下 这个是什么东西 知道吧 这个是你妈什么鬼 对不对 说很多时候 你看我背景很干净 干干净净没有脑袋 你妈他背景后面什么 在这里干嘛呢 这里 说出其他问题 懂了吧 说其实拍照啊 他跟你颜值关系并不大 他跟你颜值关系并不大 他跟你的审美关系非常大 知道吧 非常乖 这有兄弟又在进群了 表情管理不会怎么办 很简单 多拍 看镜子 多去看镜子 找那种感觉 最主要还是有审美在 什么叫审美在呢 就是你为什么觉得这样照片是OK 是因为你觉得 为什么你 是因为你觉得没有问题 懂了吧 像这种照片 我给他看一下 这种照片的话 说句实话就很就很就还还行 但最大的问题是在于什么呢 在于你看你的脚 对吧 啊 而且呢 这种有点这种故意秀的感觉 啊 就是给人一种 啊 我就是在秀车 我就是在秀的感觉 其实并并不好 穿拖鞋坐车上拍 我有这种标准模板 啊 我给大家看一下 啊 穿着拖鞋在车上拍 啊 我下 我给大家来找一张 你会觉得 这个感觉就不一样了 啊 这是我 啊 同样是 在车上拍 我没有在秀 啊 穿个拖鞋 频繁的坐在这里 对不对 也是我的车 啊 所以说呢 这种照片其实可以拍一拍 啊 而且呢 主体是人 在画面的黄金分割处 对吧 很舒适 那很舒适 那么我们继续来 啊 我们的继续来啊 我们继续来 这个 好 这张照片啊 就这样照片其实呢 嗯怎么说呢 想要拍出那种啊抖音上面的那种啊踢脚的感觉 但是呢你看一下 这个颜值啊 其实你这个角度拍不帅 知道吧 啊 嗯 虽然说呢你的这个照片也是些许干净 但是我觉得这个灯有点多余 说你该截一下图啊 我来给你截一下这个图啊 这位兄弟我们来截一下 我来给你安排一番 让你这张照片马上变得非常有逼格啊 比如说我们首先呢我们给他把图片节选一下啊 啊我们把这个灯给他去掉啊 然后呢这样的话有点这个啊 然后呢我们再这样上来一下啊再下来一下 ok 现在这样的话这个 这个细节变得好一点啊 但是主要是后面这个你这个拍照方式不对 因为你要站在这个街道上后面有个景深就会好 你旁边有个墙确实不一样啊 就这样子就好多了啊 但是呢确实是拍照角度出的啊 没有拍出这种景深的感觉啊 这个是个小细节啊啊 像这种滑雪就很弱了知道吧啊 你就是我都说了吗 你都是记录下了 而且这还有一个这个傻傻在那里拍照 看到没有 知道吧 这你你拍照你必须干净啊 你这个傻傻在这干嘛呢 对吧啊 所以有很多兄弟呢 你看你的雪 你这个雪山其实呢 是很很漂亮的雪山 背景各方面也不错 但就多了个这个傻傻在这里知道吧 而且你拿了个这个板子啊在这里 有点像什么打劫银行 你带个傻傻帽啊 什么叫傻帽 这种叫傻帽 对吧 那么同样的啊拍雪山啊 这里有什么标准答案啊 拍雪山也有个标准答案 我们来看一看啊 一些极小的细节 就要笔记 好吧 拍雪山我们有安排在的 所以说呢 其实呢我们很多东西啊 我们是真的是需要什么呢 需要对比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啊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哎 同样的啊 也是在蓝天白云下面啊 就潇洒啊 头盔很傻 对不对 傻帽傻帽戴傻帽 但是呢 我们把头盔取掉啊 为了那张照片 我是特意把头盔取掉的啊 一个背影 而且呢 手上是什么呢 一前一后拿板 看到没有 我手一个在后面跟在前面 一个绩效的细节 因为高手才是这样拿板 知道吧 一看就知道是个高手 而且手套 你看一下 很潇洒的挂在 我们的衣服上面 说明什么 这是一个高端的单板玩家 啊 这些小细节啊 而且人啊 没有这么的大 知道吧 怎么进群加一下 小语学长啊 500啊 跟加一下 小语学长啊 500好吧 我们继续来啊 我们先把这群给安排一下啊 好 我们继续来啊 我们继续来啊 我们等一下 我们先把这进群的兄弟先通过一番 我们慢慢来安排一下啊 关于拍照啊 关于拍照啊 好 那终于看到了一些帅哥啊 在这里啊 这个就是背景杂乱 但这一张还行啊 秀出了自己价值 但是呢 在这个 在这个秀行李箱 或者说 在这个拿行李也有标准答案 其实你比我帅 但是你拍照的角度出问题 把你拍的比较矮 啊 其实呢 拿行李箱也有啊 也有标准答案 其实你看一下你们拍照 我也拍 但是拍出来的感觉 会给人一种不一样之处 这就是一些细节啊 就细节体现审美 审美体现你自己的价值观 知道吧 那么给大家来看一看 那关于行李箱的安排 啊 我其实是有的啊 像这种也是行李箱的安排 啊 在人潮拥挤的时候 想起他 说的那些话 看到没有 这种感觉就很帅了 啊 全部是背影 我一个正面 突出主题 一个 基要的细节 交笔 好不好 其实都有安排在 对吧 这个拿行李啊 去机场 这些都有安排在 啊 都有安排在 这些都是安排在 好吧 所以说呢 我们其实 可以把照片 拍的很舒适的 拍的很舒适 继续来啊 继续来啊 我们继续来 啊 嗯 好 好 像这种照片啊 想要拍一种街头风 啊 这应该是 呃 一个朴实的一个大街 拍这种街头风也有 啊 不好意思 啊 我就是这么的全能 你们想要拍这种 街头风晚上的 白天的 啊 我都有 我给大家来看一下 好吧 当然呢 像这种是什么 啊 这种典型的街头风 啊 但是没有过马路 过马路的也有 啊 不好意思 啊 过马路的也有 啊 人群之中你最亮 啊 过马路的也有 拍出这种什么呢 很港风的感觉 也是ok的 啊 很潇洒 对吧 像这种过马路的感觉 也行 啊 也行 对吧 那呢 你如果想要 拍出这种 啊 集中主题的 也ok 啊 其实我颜值呢 我告诉你们 很弱 但是眼神还行 啊 啊 为什么要 为什么要拿一个东西 拿个项链 做个这动作呢 就是为了 防止整个画面看起来很尴尬 如果我手不这样举起来 我就这样抬头看着就傻逼 知道吧 所以这些都有安排在 啊 那这个包括我们的一些 嗯 初阶照片 啊 我之前也安排过啊 像 比如说我们想要随随便便的 拍一个这种啊 啊 这样照片呢 其实没有拍好的啊 所以我该隐藏了 但是呢 也是 单纯的一个这种照片啊 啊 都可以安排 就是过往的这种照片 就比较比较弱的啊 好 我们继续来啊 我们看一下有没有 这个帅的啊 其实呢 这个 像这样照片还行啊 就是血有点脏了 啊 这样照片还行 啊 这种照片就没有必要了啊 最傻的就是这种在在这种 啊 摄影棚里面去拍照片的 你看到没有 这种四连拍 啊 这种是什么呢 这种属于是最最最最把傻的 啊 像拍这种照片就是这种 这种厂拍 这种照片给人这种 特别2B的感觉 现在不流行的 啊 现在不流行的 啊 看一下这个啊 这样照片可以的啊 背景也OK 但是呢 这个坐姿其实有点弱了 啊 敲个腿 其实你可以把腿打开 稍有点放松 这样的斜靠在这里 啊 敲这个腿就很弱了 啊 肢体语 而且呢 故意看右边有点故作的感觉 其实呢 啊 你可以低头点烟 这种感觉也是很帅的啊 啊 像这种照片很舒服 啊 这种照片是我在这里看到的 比较好的一张照片 对吧 有云有海 啊 人在中间 这样照片OK的 啊 而唯一的点 啊 唯一的点在于什么呢 在于应该 秀秀腹肌 啊 像这种照片出问题 啊 这个兄弟我点评过 对吧 颜值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蹲在这里 像拉拔吧 对不对 没有找到洗手间 最后呢 这个照片最大的问题是 选择了什么呢 啊 选择了这种 啊 啊角度啊 像你在这里蹲着啊 我也有同款啊 蹲着的照在楼梯上蹲着啊 都有安排 我相信很多兄弟呢 你们拍过的照片 我也拍过 知道吧 啊 我也有坐在轮楼梯上的啊 在楼梯上的照片 我这样给大家看吧 我拍的还不是照片 我拍的是视频 啊 可能更加 比较出众啊 更加让你感受到 这种感觉在啊 我有视频给大家来安排一番 好 我看一下在哪里 啊 应该是在 年底的时候吧 嗯 其实当时有拍这样视频的 啊 当时有拍这样视频的 我看一下在哪里好 我给大家来安排一番 啊 这个是背景照啊 背景照也可以安排一番 嗯 我应该是有视频 但是我找一下 就是 当时为了装逼嘛 拍了一系列的视频在这里啊 啊 像这种 啊这 啊对哎 视频有安排啊 但是呢 我记得我还有一个那种啊 对在楼梯上的这 我在楼梯上的也有安排 哎 哎呀行啊 所以说呢 其实呢 嗯 是有安排在的啊 这些东西 啊这个 但是这个也有点傻 知道吧 所以说我给他隐藏了 嗯 我也会犯错误 知道吧 也会很傻 啊 健身照片怎么拍啊 主播结婚了吗 主播并没有结婚啊 女朋友都没有啊 啊 健身照片怎么拍 我有安排在啊 我有安排 知道吧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其实呢 我 都在学习什么呢 学习渣女的拍法 啊 我在学习渣女的拍法 嗯 像别人的小弟 啊 像别人的小弟怎么进去 啊一样的进 啊 我来看一下这里有没有 等一下 我这里又加了一堆兄弟 哈 我要先给他 嗯 我要先给他通过一番 啊 这有很多兄弟 啊 我要先给 关注我们的 小语学长500 嗯 那里进这个群啊 好 我来看一下这里 啊 这太多了 啊 啊 这些都通过了啊 像真的很多兄弟他拍照 确实这不是问题啊 像这种兄弟拍照还行 只是背景啊 还是背景主题不明确啊 这张就很帅了啊 但是背景可以更好啊 背景可以更好 啊 像这张的话 你看一下D就有点弱子了 弱卡了啊 看到没有 其实你人啊各方面很帅 就是背景选了 真的太差了 啊 这种遮嘴现在已经不流行了 显得特别作作啊 现在特别作作啊 我前两天给我们的 大律啊 啊我们抖音上有一个兄弟 叫元大律啊 给他拍了一张照片 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拍的啊 就很帅了 对不对 其实呢 很多时候呢你得去 学会 学会学习 啊 啊这身衣服也是我选的 啊 大律哥很帅啊 安排起来了 好 那么我们继续啊 像你看这个就略作作 对吧 像这样的 关键是橡树 啊橡树也不行 好吧 这个今天的研制上来了 是这个样子 啊 录个腹肌 凡城朋友圈都是自拍啊 凡城是凡城啊 我是我 我们有所安排啊 好 那么今天的直播就差不多到这里吧 我们明天继续9点钟 因为今天想要去吃点东西 我太饿了 好吧 明天晚上9点钟啊 像这个照片最大的问题 还是因为背景砸乱了 所以其实大家照拍照啊 其实可以都很帅 我是觉得你们颜值跟我不相上下 但是你拍出来你瞬间逼格就没有了 最大的问题就在于 啊你不会选择背景 知道吧 今天有今天有这个录播哈 大家可以关注小语学长500照管理 啊我们进群 啊我们发发照片 我们多点评一下 明天我们记住是这位兄弟啊 我们明天我们从这位兄弟开始点评 同样的时间9点钟 我们不见不散 最近直播不是不护小胖 你妈你个小龙虾垫 你还说我不是直播不上心 我想问一下护小胖 我最爱的小龙虾垫 很好吃 不是说我健身照片 可以给你们安排一下啊 最后呢安排一番 我的健身照片 我给大家看一下啊 比较受欢迎的几张健身照片 我给大家来安排一番啊 怎么去健身 那很多兄弟他去健身 但是拍出来的照片不尽人意 可以说是怎么说呢 马马虎虎 但是我去健身 我有我有所安排啊 具体我是怎么去拍我的健身照片 我在这里给大家来看一下 好不好 就是让别人明白 其实 你是一个正能量向上照理 健身 但是很多人拍健身就是拍的很弱 我来给大家安排一下 我是怎么拍健身的 好吧 我正在找 不要紧 不要慌张 不要慌张 拍做饭的在这里 我拍做饭是这样子的 就是我在拍做饭 给那种极其帅的感觉 有点像女人 想从后面轻轻搂住我 有这种安排在 对不对 健身的照片 给大家安排一番 我看一下我健身的照片去哪里 马上给大家找一找 这 健身这样安排 这个很舒服 整个安排很妥当 这个健身 整个健身房干干净净 宛如什么呢 宛如私人健身房 这其实并不是 感觉就出来了 调调色 很爽 很舒服 好 那今天我们的直播就到这里 好吧 我们明天晚上9点